上次不是有讓你覺得有點受到打字嗎 其實有啊 一點有 是不是 啊 畢竟我是 蔡昌啊 有什麼事 就是一種夢大跟一段話嘛 聽完之後沒想到傷痕累累 我就很有隱隱 很怕沒看到 他自己原本講話就不是太清楚了 就這樣都沒看到 細節好痴 差 蔡昌憲11年前主持金馬紅毯挫敗 任由隱隱 傷痕累累 蔡昌憲相隔三年 以牛車來去 再度角逐金鐘勢地 但他可忙了咧 這一次和楊小黎搭檔身兼紅毯主持人 回顧其他11年前和楊千霈 主持金馬星光大道的挫敗經歷 這一次下定決心 結合主持棒捲土重來 想必他也鼓起很大的勇氣 對 是有想了一下嘛 就是想什麼 楊千霈再一次 工作的邀約 主持的經驗一直來 那一直累積 這種一些差異 下定決心說好 想了一下其實也沒有想過 就好 然後我就去試試看 好 OK 再跟他評測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 提詞機在比較前面 但提詞機在紅毯對方 對面 所以人走過 基本上會被遮住 上一次就是有讓你覺得有點收到打字嗎 其實有啊 一定有啊 啊 比這個我想 什麼菜椒啊 什麼事情 就是有什麼大 跟他拚話嘛 聽完之後沒想到 想很累 我就很有隱隱 很怕沒看到 我自己原本講話就不是太清楚了 就這樣都沒看到 細節很差很差 就是各種 他有沒有辦法 希望自己這一次主持可以有幾分 上次應該是幾個朋友 我覺得這次希望自己可以 來順利結束安全過關 我覺得有進步也相對有自信 再加上這次是 一路為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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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覺不一樣 感覺自己 就是 去年了 後面 然後春晚 然後 開心參加電影 在演藝圈身兼多重身分的他 還即將成為二寶爸 七七才宣布 空姐老婆 懷上女兒小菜心的喜訊 但回憶起得子過程 事數不易 19年的時候是老婆那時候 那個寶寶沒有順利 來不到 然後兩年後 小菜包來 再隔兩年 女兒也來 其實 那件事情 當然一定是 放在心裡 就是 知道 她曾經 曾經這樣子過 她有講過 讓我們現在 可以這樣子 更珍惜 現在又女兒 你自己覺得你是一個 在育兒方面是身對有還是沒對有 我覺得這我自己講 好像我在對有 讓我 懸吼自己 超省 超省 我在育兒這一塊 我會盡量吃下 所有的 內容 盡量讓 老婆可以 能休息就休息 能躺著 你就不要坐著 她在花呢 我去陪她 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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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 很尷尬 然後去放獵 這樣 這個我出了一個寶 我忘記 我要去報名學校 我以為到時候打媽去就可以了 她沒想到我要先住什麼 而且那一天剛好是 流車 公路入圍 我們要去聚餐的那一天 我說好 當然 我現在都出了一下 這日飯 我可能會吃 台湯 在明細的一步 最後 還好 我被主宿家